美国联合航空正值多事之秋 早前才传出一架客机引擎起火紧急迫降 如今又有一架载满249人的客机 在旧金山起飞后轮胎突然脱落 被迫临时改道降落在洛杉矶国际机场 联合航空星期四发文告指出 出事的博音客机原本计划飞往日本大阪 当时机上载有的235名乘客和14名机组人员 都没有大碍 至于客机脱落的轮胎 则是砸中停车场内的一辆轿车 机场当局第一时间关闭跑道清理现场 事故有惊无险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将进入调查噪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电 订阅 转发上过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